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 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我是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今天帶大家去到多倫多市中心 去看一個租盤 這個單位的Layout是十分好的 1加1 with 2 個洗手間 尺數是621呎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地點 它的地址是50號 McCaw Street 50號 McCaw Street 是下層的市中心 它的交界是Queen街和McCaw Street 它距離Okec 即是Ontario的藝術設計學院很近 只要走都不用5分鐘就已經可以回到學 Okec是全加拿大排名第一和歷史最長的 規模最大的藝術設計教育機構 5分鐘之內可以去到地鐵站 還有這裏的地點是來U of T 或者Ryasson 都很近 你可以搭Streetcar 或者搭地鐵都已經可以到的了 這邊就是Financial District 附近這裏也有很多醫院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很適合學生或者白領人士 或者在附近上班的醫生、護士等等的人去住 這房間是由一個知名的發展商Triedell建造的 我想因為這個大廈建造在設計學院的旁邊 所以這房間的外形都相當獨特 室內的設施都非常齊全 這個是Lobby 有Party room 有Gym 也有Rooftop Garden 也有一個Party room 今天會帶大家去看一個10樓向東的單位 因為這個是一個低密度的大廈 總共只有14層高 所以這個10樓的單位已經算是比較高層了 因為他剛好在附近前面那裏 沒有一些很高的大廈 所以視野都OK 不會有很多高樓大廈阻礙了你的視線 這個就是Fallplank 這是一個621呎 一房加釘的單位 其實我自己本人挺欣賞的 因為他有兩個洗手間 我們業主特意在這裡做了一個sliding door 好像做到兩個睡房 每人都有自己的洗手間 不需要跟別人爭 其實我給大家一個tips 如果你真的喜歡買樓回去投資 選擇這些職就是最好的 因為他這些單位 又會比兩房便宜一點 但他也可以租到 例如一對couple 或是一對朋友 他們要租這些單位 但各自都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和洗手間 我們現在去看看單位 因為這個單位我們還有租客在裡面 他也不想我們在裡面錄影片 所以我這次用了virtual tour帶大家看 一天門後有兩個門 右邊是洗耳機乾耳機 左邊是closet 走前一點 這裡就是書房的釘 這個釘是55尺左右 你看一下 其實現在的租客 他擺了兩張比較大的桌子 但這裡也還有空間 他這裡可以擺到一張單人床 還可以擺到書桌 這裡就是他自己的洗手間 也有升盤、toilet 這裡有浴缸 業主特意做了一個很漂亮的sliding door 大家都有自己的privacy 好像我們現在的租客 他們是一對couple 譬如真的有一個要開meeting 他可以拉上這個門 也不會被人騷擾到 這裡就是廚房和dining area 這裡大概是110尺左右 全部都是built-in appliances 也有很多儲櫃 足夠給大家擺東西 這裡是grannite color top 連bass brush也都是grannite 這裡是living room Living room的大約150尺 相當之spaceous 你看看 現在我們已經擺了一個l型的梳化 電視機 這裡還有擺了一些decoration 也夠位置去擺單車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 向東邊的景 剛好前面沒有高樓大廈 因為這兩道樓也不會拆 所以視野都很廣闊 這個單位是9尺樓底 其實621尺都相當之spaceous 我們現在去看看睡房 睡房這裡也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玻璃 我們這裡放了一個queen size的床 也夠位置去擺一個小書桌 睡房大約90尺 這裡有雙門closet 一轉過來就有洗手間 洗手間也同樣 有升盤、toilet和這個是shower 看完這個單位 是否覺得這個Layout是十分實用呢 我們現在的租金叫價是2350元 我現在在單攤市中心 或者etopical 也有不同類型 例如有studio 一房或者兩睡房的單位 正在出租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朋友 可以在這個contact list裡聯絡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well 請 好 有